麦克阿瑟最痛恨的人就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基 麦克阿瑟认为 东条英基及其内阁成员应最先受到审判 于945年9月11日 美国宪兵奉命逮捕东条英基时 他举枪自杀了 但由于东条英基是个左撇子 枪举得稍微低了一点 子弹没有打中心脏 美国宪兵将他送进医院抢救 医生为他输了六七次血 曾经为东条英基输过血的一位美国士兵这样说道 我救他是为了让他接受审判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必须为我在新济内亚度过的十七个月的痛苦日子做出补偿 如果让他这么轻易地死掉 就是太便宜他了 在日本国内 东条英基及其他战犯被捕和自杀的消息并没有引起震惊 胜者为王 败者为后 这是无法改变的命运 日本民众此时的唯一思考就是如何度日活命 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 驻日盟军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了逮捕行动 12月26日 禁卫文魔服毒自杀了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 他任日本首相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 禁卫文魔曾三次组合 所以理所当然会成为战争中的头号战犯 禁卫文魔死后 他所应承担的责任该由谁负责呢 此刻最为紧张焦虑的是日本天皇御人 战后 国际上要求审判天皇御人的呼声极为高涨 认为天皇御人会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必须加以严惩 就在盟军对日本实施占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盟军总部突然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他要求面见迈克阿瑟将军 让迈克阿瑟感到吃惊的是 死人正是日本天皇 这次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 具体内容始终没有对外公布 从事后的结果看 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 美国政府和迈克阿瑟在权衡各种利益关系后 制定了对日本天皇的处置方针 所谓日本未来的国家框架 允许保留天皇制 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 但在新宪法中 天皇只能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日本天皇就此逃过了一劫 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元旦 天皇发表了讲话 表示会走下神坛 深入民众 迈克阿瑟随后也声明 称天皇对日本的民主化进程 将起到无法估量的领导作用 公开表示支持天皇 从1945年9月开始 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四批逮捕令 认定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 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败 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潮押监狱后审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潮押监狱位于东京东部 设备先进 壁垒森严 是日本方朝西方国家 建造的一所大型西洋式监狱 专门关押政治犯和重刑犯人 于946年4月29日 是天皇45岁的生日 在这一天 日本报刊刊载了28名甲级战败的名单 和起诉书的全文 被告名单已经确定 审判人员已经到位 审判一切准备就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